大红是我们班的小霸王 常常都要人跟着我的指令 如果不听就会很恶地骂人 其他同学我都怕了他 鲁sir 怎样才可以帮到他 Gizmo 其实我都经常听到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一些粗老和没礼貌的说话 不过很多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些家长 当他发现他的子女没有礼貌的时候 就会跟他说 我不准你这么没礼貌 你不可以这么粗老 其实这些不准不可以 帮不到的小朋友学习有礼貌 不如我教你这个方法 当家长你听到你的子女没有礼貌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引导他 意思不要改变 内容继续用回他的内容 但是就用一个有礼貌的方式 去演绎多一次这句说话 我会叫这个方法做案件重演 说个例子 就好像如果当你的子女在玩玩玩具的时候 有人来骚扰他 他很生气、很无礼貌地跟别人说 你走开吧 如果妈妈你听到这句说话 你就可以引导你的小朋友和他说 嗯 妈妈听得出你很不喜欢被人骚扰 不如你试试和别人说 叫他走开 但是要用礼貌的方式说一次 你可不可以走开一会儿 我正在玩玩具 其实这个正是他心目中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他说话就礼貌了很多 又好像当你的儿子女女在看电视 妈妈又很想他喝汤 就叫他 儿子喝汤了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兇地跟你说 不要烦啊 如果妈妈你听到的时候 就在他卖告白的时候 就走开跟他说 妈妈知道你不想我现在叫你喝汤 你试试用礼貌的方式 跟我说你不喝 妈妈我看电视一会儿再喝吧 妈妈你不要再叫我了 其实这个也是他心目中的意思 但是他就会用了一句有礼貌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案件重演的练习 亦都会帮小朋友慢慢越练越熟悉 如何说一些合疑的说话 不过最重要都是作为家长的你 留意到的时候 不只是制止他不可以那么无礼貌 不准那么粗劳 反而是引导他如何练习 说一些合疑离貌的说话 但是这个正正是他的心声的说法 多些帮小朋友练习 他就会越练越熟了 各位家长 如果你都好像Gizmo 遇到子女在生活上不同的困难 欢迎你把问题电邮给我们 不过记得要写回你的小朋友的年税和性别 我们在收集了你们的问题之后 都会在超级补习室回答你们 下一次鲁sir再回答你的问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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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